德國19號晚間 柏林市區最熱鬧的聖誕市集 突然遭到一輛大卡車衝撞 至少造成12人死亡 48人受傷 警方表示 肇事車輛來自波蘭 是同一天稍早失竊的臟車 駕駛在肇事後企圖逃跑 但被當場逮捕 目前身分不明 德國內政部長表示 暫時還不能定調為恐怖攻擊 但各種跡象顯示 恐攻的可能性不小 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卡羅夫 19號晚間在一場攝影展上 當眾遭到槍擊身亡 兇手是一名22歲的土耳其警察 他朝俄國大使連開竖槍後 高喊勿忘阿勒坡勿忘敘利亞 表示自己是替阿勒坡報仇 事發時間點恰好在土耳其 俄羅斯 伊朗三國 討論敘利亞內戰問題的前夕 俄國總統普丁強烈譴責 這是恐攻挑釁 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 19號確定獲得304張選舉人票 正式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 儘管各地群眾呼籲選舉人 不要投給川普 但最終只有7個選舉人跑票 有趣的是其中有5張票 原本應該投希拉蕊 最後卻給了別人 最終川普跨過當選的 270張選舉人票門檻 對此川普表示將努力團結國家 做一個屬於全美國人的總統